各位早安福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昨天念佛一整天 各位到现在有没有还感觉到 好像念佛的声音 走路也念佛 吃饭也念佛 到睡觉的时候 还是一样伴着佛号身入眠的 这个功夫 其实一天是真的 你会觉得不够的 如果自己绵绵蜜蜜蜜的 持续这个功夫的话 真的可以念佛成就 而且当你可以真的把念佛 作为日常功课的时候 很多事情你不太计较 因为那个不是重点 当然了今天因为是人间姻缘 所以要介绍一首歌 这首歌其实 我很想学 但是是有点困难 不容易唱 一来是他的曲调的这个转折变化太丰富 而且是很快速 节奏很快 是念佛歌 这首就叫念佛歌 这是在人间姻缘的 这个 就是大师作词 那给这个 翻译成各国语言 征求各国家这些作曲者演唱者 一起来演唱 这个现代版的佛教歌曲 所以各位陆续可以听到 有各种语言的 那今天这一首歌呢 各位听听看 它是客家化 客家化在台湾有几个地区 比如说美龙 中立 板桥 这个大概是特别是美龙地区 跟中立地区是比较多的 这个客家群 就这客家好像一个家族式的这样子 比较大的聚落这样 那这首歌是由在板桥的 客家族的有好多老师们 组成的一个合唱团 他们在这个现场演唱的时候 听得我们都好想跟着念 太好听了 而且他们因为是那种用那种客家歌谣 那种唱出来的 我待会还是要先 因为他们唱的是各家客家化 然后当然我们视听主会在下面 补上这个歌词 那我先把它用国语念一下 那各位待会听的时候 比较可以更加明白 他其实大师做这首歌词 真的是在让大人小孩 这男女老幼 大家都来念弥陀呀 这样 那做的歌词 我们来听一次歌词 说 深深想来 木鱼吹呦 男女老幼 念弥陀呦 念得杂念妄想使 一心不乱往西方 念呀念呀 念呀念呀 念得罪障 稀消除呀 念得涌托 轮回苦 不愁吃来 不愁穿呀 一心求生 安乐土呦 诚诚恳恳 念弥陀佑 歌词不复杂 很简单 但是唱起来 各位待会欣赏看看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的 一首人间音缘 好听的歌曲 代表的歌曲之一 但讲来就是说 今天特别挑选这一首念佛歌 当然是在延续着 我们这一整个星期 都在谈着这一句 阿弥陀佛的圣号 念佛 确实各位这样跟下来念 是不难 一点都不难 那就算 就算 就像我们昨天 除了是迷头法会 一天念佛 另外也 把这个百万遍念佛 回向疫情平息 回向这个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这个功德 我们在昨天做了总回向的 这个法会 那同时也发起了 就是说 我们这个沃泰华 佛光会的秘书长 胡金平师姐 他就讲 有这个功课 感觉好像 整个生活充实起来 也不会因为在疫情期间 很多 这个事情 很难 很难预料 但是因为一句佛号 伴随在生活之中 什么都不怕 所以他就 作为一个发起人 他发起了说 可不可以以后呢 这个功课就持续下去吧 那也不会说 很急迫的说 在这三个月内要念完 以后就是一整年 那如果说 参加这堂功课的人 一整年 就是以一年为期 一年你念完 一百万遍 一样是百万遍念佛 进入第二年 当然以我们2020年来讲 当时因为我们看 疫情真的是变化莫测 而且也不是莫测 它有机可循 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在孝道月之后 我发起了 百万遍念佛功德回向 那么接下来 这个第二年 我们的金平师姐发起 说他请求到场 再继续督促大家用功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在昨天法会后 也邀请大家继续加入 这个百万遍念佛的 这个功课里头 那么说念佛 其实如果念到 念佛感应的这种事迹 从古代到现在 那真的是太多太多的念佛感应故事 我想用一点点时间讲 像定和尚他讲过一个 我好像在我们节目里提过 我简单说了 说两个小鬼在河里头讲话 被一个书生听到了 说第二天有一个卖柴火的老王 喝醉了酒 这个经过河边 他就把他当替死鬼 把他拉下来 这个书生写下这段诗是怎么样的 他本来是在河边的一个破庙里头 赶路 要进京赶考 但他之后 他就留了一天下来 看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 果然第二天 这个老王呢 可能这个卖了柴火 那个背的那个楼子是空的了 然后脚步有点不稳 喝醉了 就喝了酒 大概口干 真的就在河边 就趴下来喝水 但他喝完之后 他就走了呀 那之后他说 哎呀怎么回事 他才听到两个小鬼讲 其中一个就很急 就说哎呀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没有把他拉下来 你一错过他 你知道你要等多久 才可以再投胎呀 他就说你没看吗 我也想拉他 但是我一靠近 他喝一口水 就欧弥陀佛 我就被谈得很远 他一再喝一口水 又再念一句 又把我打得老远的 等我再赶快抓 又回来要抓他 他已经走了 就像这样这件事情 在这个书生的这个记载里头 他写下了这一笔 那么另外呢 这个我讲说老王 可能是我记得 那个王打铁的姓王 所以有个打铁为生的铁匠 他习惯 他是在工作中的习惯 他这个敲打 这打铁嘛 叮叮咚咚的嘛 他每次叮叮咚咚 叮咚咚咚 他就是跟着在 奥密陀佛 奥密陀佛这样 一直到有一天 他打铁打铁 突然他就讲了一句话 一段话 他说 叮叮咚咚 酒恋成刚 时辰已到 我往西方 就立化 就站在那里就往生走了 时间到了 我要回西方去了 就可以这么潇洒 所以其实念佛 也不是说只有你到往生的时候很自在 其实念佛是日常生活 保我们平安 让我们自在 所以我想邀请各位一起来欣赏这一首 我们的师父 星云大师所作词 写下来这一首 念佛歌 真的是男女老少皆嫌疑 都会喜欢的一首歌 我们一起来欣赏 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拍 antenna 面 字幕志愿者 留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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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